同時今年抽到兩張上堂前是十幾年來第一次 那麼也很難得抽了十幾張上千 那時候我們就挑了三張比較好的出來講 那其他各堂各業還是有蓬勃發展很好的上千 因為我們往年都抽到我們大部分都是中上千 或者是只有一支上千這部分 那今年很難得是我們抽到兩支上上千還有一支上千 那在我們第二號的部分有我們的肥料食股的部分 那它的解釋是我們來接著入均幾十年 我們祖先把我們接著已經接著了幾十年 好數禮拜不新鮮 那有需要十九日交有事情 我們才要來不新鮮的部分 一旁孫境隨人既 我們現在一旁風孫有什麼可以跟我們比平 理由由于很少的船 我們可以在那邊收合一樣 可以順順離離到最大園的部分 所以會越來越建路加進 那在我們的漁業養殖的部分 十分的材貨到昆寨 十分的材貨到昆寨 現在都要到林寨出來的部分 種子無為實施感 種子無為實施感就是我們好運的越來越好的部分 關鍋一生空氣態 在我們一生當中我們的健康到好期 我們現在都得到 春風看片最臨化 在這春風如果蒸下去就是春天之時 我們看片我們可以去最臨化 最臨化的部分就是我們這樣說風景的風 所以就表示我們中長也是好運的代表 來今年我們特別要注意的行業 是我們的工業資料的部分 那它的解釋如說陰謀幾家的利益政 人的陰謀幾家的一天比一天那麼多 比一天那麼多 但是新房、路電、鯉天經、新的物資 鯉天一樣這麼年來的 要把我們人注意到 鯉魚、青山、天理山 人的青山萬山都沒有在一天之外 只做自修、自分明 人的自修、自修 我們自己要做到來 所以我們自己要去生修 沒有 那為什麼資料會最壞? 代表說 這部分的話可能要多去注意說 我們資料的品質以及成分 還有過程必須要嚴格控管 可能要去多注意 我們要來實施